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头分三个层次的人 第一个层次是左翼联盟 就法国好几个左派 包括绿党 包括共产党 包括法国的左派 这些人平常在第一轮选举就吵得一塌糊涂 第一轮选举是多久以前 是一年前吗 是一个礼拜之前 在平常关系也很差 看到为了抵挡马西斯 他们全部在四天之内完成联盟 四天不是四个月 不是四个礼拜 四天之内完成联盟 为什么 他有共同目标 法国不可以重回法西斯 这是第一个层次 政党领袖 第二个层次是因为已经进行了第一轮选举 所以左派有很多人 在第一轮选举已经看出来 如果他退出 那另外一个候选人就可以当选 使得极右派的人不会当选 所以在参选的议员里面 第二个层次不是党主席 是参选的议员的这个层次以后有224个人退选 在台湾怎么可能 政党领袖私信很重 议员私信也很重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佩服法国的伟大 第三个是选民 选民也很知道 当这些人团结起来 当这些人退选的目的是什么 法国不可以变成法西斯的国家 选民就很清楚地进行了他们的投票 最后挡住了法国九派势力 没有赢得这次大选 他总共赢得了32%的选票 原来预估的38%要低得很多 所以人们说 美国的政治外交期刊 Foreign Policy说 法国反法西斯的新意义 这一次的选举表明 法国所做的不仅仅是重演过去的斗争 而是一个国家伟大的一个象征 这刚好对照美国这场总统大选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最近他要挡住的是什么 他要挡住的不只是极右派 没有办法变成总理 现在他挡住了 当然现在变成一个政治僵局 还在彼此协商 可是他更要挡住的是下一届 Mahir Le Bon 勒鹏不能够变成法国的总统 他知道勒鹏要的是总统 因为他本来要派的巴德拉 是一个很年轻的28岁的总理 现在总理也没有了 但是他要的是总统 他让勒鹏不能做总统 于是他做了一件事 台湾最近政治很熟悉的 他开始对勒鹏进行 在2022年竞选法国总统期间 一个旧案的调查 这个案子是当时 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非法融资 于是检方就在总统指挥之下 7月2号启动 调查勒鹏有关贪污 伪造欺诈以及候选人 是否接受贷款的指控 也就是说如果罪名成立 勒鹏根本连竞选的资格都没有 这下手非常的重 那马克宏也打破沉默 希望整个左派广泛团结 最后跟右派跟中央派 全部合作起来 不要让极右派 或是现有的僵局政府 继续持续下去 包括很快的即将举办奥运 但最重要是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从法国的政治 我们学到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政客都那么自私 并不是所有的党主席都那么无知 法国不要法西斯 他可以在四天之内完成了团结 他可以有224人退选 然后他的选民一致的向法西斯 说不 7月7日晚间8点 法国国会大选的结果出炉 相当于太阳从西边出来 不 法国的太阳从左边出来了 第二天早晨 这位法广主播 毫不掩饰他的此求 因为没有字眼 足以形容 第二轮结果 推翻了第一轮的震撼 法国左派包括了四个政党 绿党 社会党 共产党 和激进路线的 几左派不屈服的法国 但在他们赢得第二轮投票的 奇迹发生之前 左派上演的是一出兄弟戏强的 斗争大戏 不只是退休年龄 左派四党在加萨和乌克兰战争 及欧洲议题上也严重分歧 这些分歧在欧洲大选前 逐渐百热化 演变成彼此之间公开的攻击和冲突 格鲁克斯曼属于社会党 是欧洲议会外交小组著名的重量级议员 他亲欧支持乌克兰 反对纳坦亚胡 同时也谴责哈马斯的立场 一直与不屈服的法国背道而驰 而他犹太裔的身份 也遭到力挺哈马斯的 不屈服的法国 发动网军对他攻击 今年5月1日 在一场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中 他遭到人身攻击 向他颇游期 最后被驱逐离开 vous avez vous-même monté en épingle un incident sur lequel il ne faut pas rester 25 ans Jean-Luc Mélenchon qui vous demande aujourd'hui qui vous demande d'ailleurs de vous excuser parce que vous auriez dû réfléchir avant de parler et d'accuser la France insoumise je suis agressé par des militants radicaux et violents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e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et ce serait moi qui devrait m'excuser et bien je ne m'excuserai pas je ne m'excuserai pas et je veux dire à ces gens qui brutalisent le débat public qu'il ne nous impressione pas Marine Tondelier, Olivier Faure, Fabien Roussel et Emmanuel Bonpard pour qu'on se rende derrière une barrière commune une barrière fonds populaire Pour qu'on se rende avec la France insoumise 民主兵在总部谈判 向他们的领袖施压 要求达成左派联盟的协议 四天的议议 然后一终合合 中间的国家的国家 我们会有选择和共同选择 能够表现了国家的国家 我们工作在一个政治局的缩曲 和一个选择 为100第一天的选择 有更具体的设计 为生活的国家和国家的国家改变 但这份协议在成为奇迹之前 简直是个悲剧 对于欧洲大选中 格鲁克斯曼的选民而言 和不屈服的法国合作 是对他们的背叛 在沉默四天之后 他终于说话了 开诚不公地面对他的选民 他沉重地说 我们不能把法国交给乐平家族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威胁 我认为今天 他们能够独断 或甚至惊许 或甚至他们能够伤 所以我只想给他们说一件事 只要他们说一件事 靠近眼睛 靠近眼睛 为了阻止极右派执政 他选择放下个人恩怨 不追究被攻击 被羞辱 被围剿的切身之痛 和他曾经撕破脸的阵敌 为了更大的历史责任 而携手合作 左派竟然能在四天之内 意中求同 达成联手参选的协议 这是决定解散国会的马克宏 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的 马克宏的紧张是有原因的 左派新人民阵线仓促成军之后 6月30日的首轮投票 竟然以28.5%的选票 领先了马克宏的团结联盟 果然是地表最强的左派联盟 新人民阵线在第一轮投票之后 立刻宣布主动退出 没有把握的选区 支持所有其他 与极右派对决的候选人 在224个主动退出的候选人中 有至少127位 是新人民阵线的候选人 马林乐鹏主熟的鸭子飞了 这是现在剩下的唯一问号 但可以确定的是 7月26日巴黎奥运开幕式 坐在马克宏总统旁边的 不是巴德拉 将要主唱开幕歌曲的 非洲后裔女歌手 也不会遭到撤换 两周后 当全世界聚焦巴黎奥运 塞纳河开幕式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记得 这仍然是一个为了捍卫理想 坚守民主价值 有些政治领袖 可以把国家大我 放在个人恩怨与民力之上的法兰西 虽然民主党想等北约峰会之后 再来处理拜登 但是拜登在北约峰会里头 大多数各个国家的领导者 都已经在准备他败选 迎接川普的时代 包括了乌克兰的总统 Zelensky Zelensky在这场北约峰会的时候 直接提出来 希望北约在美国大选前 支持基辅 而不是在11月以后 这句话其实就已经 非常的明显 另外乌克兰也呼吁北约解除 他以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目标的限制 因为他认为 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当时本来 拜登和普丁 从一开始2022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就有一个默契 默契就是 乌克兰不可以使用 美国援助的武器 攻打俄罗斯本土 而俄罗斯不可以动用 核子武器或是战略核物 后来当 拜登的幕僚告诉他 再这么限制下去的话 乌克兰很可能会在你选举的时候 就失去了大片江山 这个情况之下 拜登松绑了相关的条件 而现在 Zelensky抓住了拜登 可能不会退选 而且一定想要当选的个性 他又提出了新一波的要求 新一波的要求说 我可以以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 因为上次同意他可以打击俄罗斯本土 但是限制他这可以打击哪些地方 以及限制他可以使用哪些武器 现在他要求北约解除这个禁令 是可以使用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目标的限制 当然提出这个要求 美国没有第一时间 say no 因为美国上一次say yes 这使得俄罗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他本来就报复性格非常强的普丁 现在真是大开杀戒 在整个欧乌战争里头 其实媒体有很多错误的报道 比如说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主要轰炸的是哈尔科夫 以及攻坚乌东 对于基辅的部分是进行包围战 派了瓦格纳等军团包围旁边的布查小镇 造成惨绝燃缓的杀戮事件 但是对于基辅没有太多的攻击 只是偶尔的炮轰 可是这个礼拜 几乎是对基辅进行了开战来罪 很严重的导弹攻击 我们今天开始在乌兰 在乌兰里人们正在关系 与人们的恐慌 与人们的大型冲突出的大型冲突出的 你所看到是一种乌兵的 这一爆炸来自乌兵的大型冲突出的 乌兵的大型冲突出的 这就是后来的 这是俄兵开战两年多来 俄罗斯对基辅所发动最致命的空袭 基辅最大的奥马迪特儿童医院 专收离癌与肾脏病的儿童 幸存逃生的都还吊着点滴打标榜 而导弹袭击当下 至少有三台手术正在进行 医护匆忙着帮病童做缝合逃了出来 爆炸冲击波让医院内部满目疮痍 震碎的玻璃割伤了不少人当场间歇 医院的一栋斧楼垮了一半 抢救能被压在瓦里堆下的民众 逛在奥马迪特医院 就有27死超过300人受伤 儿童医院只是俄军大规模空袭的地点之一 在8号当天 俄军至少发射40枚导弹 打击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座城市 但莫斯科方面宣称 他们的目标是乌军阵地与电力设施 基辅儿童医院是召乌军自己的防空导弹机中 而网上广为流传的这支影片 也支持俄罗斯的所法 根据图像分析 攻击儿童医院的导弹 更像美国的爱活者 与俄军KH-101巡弋飞弹 带着弹衣与尾翼的外形完全不同 联合管理会为这次袭击召开紧急会议 对责任归属严止交锋 而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姆舒雅提醒各方 自2022年2月以来 已有1878起针对医疗设施人员病患运输的袭击 国际法上的规则 在这场战争里已逐渐被藐视 姑且不论谁该为这次儿童医院的袭击负责 近年以来 俄罗斯确实加大了对乌克兰西部城市的攻击 而这与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边境城市的袭击有关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放宽了原武武器可攻击俄罗斯本土之后 俄军就以攻击乌西城市作为报复 事实上拜登生怕被卷入战争 在松绑原武武器使用限制上一度陷入参考 但最终能考量俄军5月起零力的存疾共识 怕乌军撑不到美国年底总统大选 成为拜登连任持路上最大的外交持路 白宫不得不调整原武武器政策 允许乌军可跨境打击俄境内的机场导弹阵地与后勤基地 而这拉长的俄乌战线也越来越学心 若要找基辅儿童医院惨案的元凶 拜登自私与错误的决策恐怕难辞其咎 基辅儿童医院8号一早被轰 下午抢救工作尚未结束 乌克兰内政部就召集住屋的外交使节前往餐馆 只为争取西方更多的军援 尔罗斯大规模空袭击辅了隔天 北约75周年的峰会在华府召开 这起事件让与会的乌克兰总统哲伦斯基赢得更多的国际同情与支持 也让今年峰会上的原物一览子计划毫无意义的顺利通过 但如同北约让乌克兰加入取下不可力转却没有时间表了承诺 一览子原物计划更像是画大饼打击鞋 只为让乌克兰至少撑到今年11月 为基辅当局提供咨询的北约前政策规划主管波迪耶就捧集了 西方国家对俄乌战事的判断总因政治因素慢了好几排 那早在开战后不久就讨论了战机 在吃了两年多后F-16才投入战场 这虽然有助于乌克兰防空并掩护地面部队作战 但俄军一连串对乌基场的袭击后 以冲击F-16的部署与功效 且两年多来的实战表明 俄军的战场管理与对西方新武器投入的适应性极强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指出 长期以来西方军事理论一直坚信 精确打击可以击败大规模军事力量 并减少对弹药人员与装备的开支 这在反恐战争时期得到了验证 但强调精确制导的西方武器 在俄罗斯强大的电子战干扰下 几乎废了大半武功 这也反映俄乌起伏了战事中 俄军始终更有适应变化的优势 泽伦斯基当然了解战场军事 在难以收复师徒的情况下 他要求美国进一步松绑武器使用限制 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更重深的打击 因为他也知道 11月过后不论美国谁当家 这场战争都要走向外交谈判解决 但在此之前 乌克兰要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筹码 现在大家都在等待 纽约 实话说 普典也等待纽约2日 是时间 去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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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强烈的决定 这段实际想更深度的打击俄罗斯本土 显然不被美国所接受 但对俄罗斯边境的袭击恐怕不会小提 这势必引来莫斯科更大的包袱 也让这场战争更加血腥 这次在北约峰会里头 北约承诺每一年以400亿欧元对欧洲长期输血 这使得俄欧冲突可能会长期化 但是就在北约峰会做这样的一个承诺的同一个时间 印度的总理莫迪到了莫斯科 访问了普丁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美国纽约时报说 华府情和义堪 而根据调查 过去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 就在全世界 响应美国跟欧洲要求用Swift 以及禁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的时刻 印度成了美国 为了要拉拢它在亚洲成为盟友 对抗中国 成了美国默许的例外 而它也成了仅次于中国的俄罗斯第二大石油进口国 导致整个俄罗斯可以从印度 得到了将近600亿美元的俄罗斯石油的收入 俄罗斯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其实早就非常的密切 如果你很比较了解过去的历史里头 印度的军事装备 从苏联时期的时候 就是跟它关系是最深的 也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的成员国 而莫迪和普丁被捕捉到好几个尽头 双方愉快的时光 纽约时报说 它让很多人发人深省 也就是说 当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 所有的人发动 希望能够孤立俄罗斯的同一个时刻 有些人趁这个机会赚这个战争财 这个就是印度 他们帮助了普丁 也帮助了俄罗斯的经济 继续和乌克兰战斗 他访问了莫斯科 在北约领导人聚集华府 讨论如何对付普丁时 他不是习近平 他是美国印太战略 从经济到军事的盟友 印度总理莫迪 纽约时报是这么形容的 他们拥抱在一起 他们在树下漫步 他们在普丁新澳家料卧的官邸喝着茶 创谈了几个小时 他们还在马厩里一起抚摸着普丁的爱居 在印度总理莫迪 时隔五年首次访问俄罗斯期间 镜头捕捉到了两人之间的愉快时光 纽约时报说 这些画面说明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实 尽管西方因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 而发动孤立俄罗斯的运动 但是一些国家 仍在莫斯科追求自己的利益 帮助普丁支撑俄罗斯经济 并继续乌克兰战争 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印度 自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 以耀生成为仅次于中国的 第二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在这些画面看到 那些关系中美国和印度 第一个观点 感觉到一开始感觉到一会儿 印度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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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相互 互相互相互 互相互相互 但这些数据 最多的就是美国 印度与利益 印度与利益 莫迪表示 在过去十年里 他曾与普丁 会灭了17次 并邀请普丁 明年访问印度 责伦斯基的愤怒 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当八日晚间 莫迪在莫斯科 郊外的普丁官邸 拥抱普丁时 基辅的救援人员 正在清理俄罗斯 袭击乌克兰 最大儿科医院时 留下的瓦砾 纽纽约时报如此评论 西方政府未能说服印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公开反对普丁的战争 莫迪避免了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而是发表了一般的和平呼吁 维持了印度自冷战以来 与莫斯科建立的友好关系 重要的是印度明白拜登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里 不能没有他 与美国合作也符合印度利益 自从2020年中印两国军队 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发生致命冲突以来 印度和中国就未能化解紧张局势 华尔街日报说 莫迪这次访问俄罗斯 就是试图强化印恶关系并抗衡中国 尤其印度也离不开俄罗斯 印度军队现在有86%的武器源自俄罗斯 印度必须仰赖俄罗斯继续提供备见 俄罗斯何尝不也少不了印度 然后他准备军队 普通是 mind隔着20 imben 甚至一天 主义 一chen 宇余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14年保守党的执政 而在大选的同一个时间也做了个民意调查 65%的英国人认为脱欧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人类从历史里头得到的教训 就是从来不得到教训 而当时的脱欧用的就是大英帝国 英国的荣教我为什么要跟欧洲在一起 交那么多钱给欧盟 我们只要不交钱给他们 我们不会有那些欧洲来的移民 我们的经济就会抢起来 从后到尾都是谎言 但是谎言成了最后的政治结果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表格 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一次的英国共党大胜 它大胜的原因不是迎来一个将来很好执政的局面 英国在这个时刻 它已经是全世界在GDP总排名里头 排名第六输给了印度当年它的殖民地 我们来看英国 法国 意大利分别居于六七八名 这就为什么当地会有所谓的反移民 或者会有脱欧 因为它的经济跟过去十九世纪 他们所认知的自己的辉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前殖民国家 前西欧被认为最进步的国家 现在输给了很多个国家 包括了中国 包括了印度 这是对他们来讲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紧接在意大利后面的是巴西 而英国的人口种族结构来看 它其实没有理由反移民 因为它的亚裔主要是印度人是百分之九点三 其他白人是百分之六点二 它的英国白人高达百分之七十四点四 比美国的百分之六十来的高很多 所以它反移民是没有道理 它纯粹就是要找代罪羔羊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让我们现在看 主要的是英国的贫富差距的经济数 高达百分之三十五点七 从金融风暴 欧债危机开始 就一直三十四点四 一直到现在为止三十五点七 而其中这个贫富差距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英国的工党会上台执政 它是代表比较社会主义精神的 而根据个调查 英国有百分之三十的儿童 你很难想象 这不是巴西 它不是印度 它不是开发中的国家 它作为这么先进的G7的国家 它有百分之三十的儿童 是属于粮食不足的状况 这就是工党上台的背景 而预算赤字非常的高 英国的国债虽然没有法国来的那么严重 但英国并没有太好的未来的经济前景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这不是一场胜利 这是疗愈的开始 因为全国投票率还不到百分之六十 2005年以来最低 再经历了耗尽元气的脱欧 一个几乎动摇国本的苏格兰独立公投 一个重创NHS的新冠疫情 九年内四次大选和五年来更换四位首相 又失去了伊丽莎白二世之后的英国 厌烦了指挥高谈阔论 或是哗众取宠的政客 被认为是Mr.Boring的施凯尔 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 在选后不到48小时 他完成组阁 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 其中有11人是女性 不但创下史上最高的女性格员比例 而且她们都不是仅仅为了 让性别比例好看的花瓶 英国央行前经济学家李福斯 被任命为财政大臣 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女性财政大臣 没有奇迹般的解决方案 艰难的选择等待着我们 英国是七国集团中 唯一出现经济萎缩的成员国 工党所面临巨大财政挑战 必须仰赖李福斯的专业信誉 来说服向来对工党执政 提心吊胆的英国商业界 李福斯寻求透过财政紧缩的方案 来修复英国经济的致命弱点 但施凯尔竞选时 做出了不加税的承诺 这也是为什么施凯尔任命了 出身贫困的工党副主席 安吉拉雷纳出任副首相 并兼任住宅和地区发展大臣 他才是工党火力全开的草根小钢炮 雷纳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小镇 从小就要照顾她患有躁郁症 文盲而且失业的母亲 16岁怀孕成了单亲妈妈 被迫辍学 成长经历非常坎坷 自从她加入工党 2015年成为议员以来 她属于社会底层的浓厚口音 曾经备受保守党精英议员的嘲讽 雷纳自豪于拥有现实生活的博士学位 因为这些挑战并没有激垮我 她象征了工党和工人阶级的紧密联系 也是不苟言笑的施凯尔最好的互补队友 重量级的内政大臣 也是另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铁腕女性 她将要肩负其棘手的移民偷渡与边界控管 尤其是施凯尔表示 将废除保守党政府 将非法移民遣送至鲁安达的机制之后 施凯尔任命了奴隶后裔的律师 拉米出任外交部长 拉米曾经公开唱衰川普 同时认为英国痛苦地退出欧盟后 英国需要重启外交战略的遗述 对内是修复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瘫痪 缩短长达数月的后整时间 抢救经济并从税收中获得足够收入 以避免对公共服务进行血减 增加税收或恶化债务 同时在外交上改善于欧盟的贸易限制 白费待举 谈何容易 如果说前工党出身的首相布莱尔 1997年大获全胜的主题曲 是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那么施凯尔的慎选主题曲 更像是情况可以不再恶化 或者是改编自那首约翰·兰农的歌曲 给工党一个机会吧 当美国总统再次的川普说 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而拜登觉得只有我 可以让美国真正的站起来 有一个地方被他们完全遗忘了 在竞争权力的位置上面 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摇摆州 这个地方的人对于美国总统大选 没有重要的影响性 它是一个被抛弃的地方 一年前冒一倒的最大野火 灾情一年之后 他们健康问题浮现 他们的重建问题也浮现 他们是被美国总统跟美国当地的 地方政府所抛弃的民众 这里是夏威夷贸易岛上的拉海纳镇 2023年8月 惨遭史上最大规模野火 夺走上百条人命 摧毁了两千多栋房屋 将近一年后 这座历史古城终于快要从灰烬中重生 我们预备在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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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备能备做到 隔壁和隔壁和隔壁和隔壁 和隔壁和隔壁和隔壁 有大概1400隔壁和隔壁和159隔壁 隔壁和隔壁和隔壁 我们努力很努力 让这些清晰 安全的居住环境 可以透过兼顾的建材重新搭建 但居民的身体健康 能完全恢复原状吗 根据一项灾后调查 半数贸易岛居民说 健康状况变差 将近四成民众健检后发现 废功能受损 格瑞特就住在灾区附近 他的院子和屋顶 当时有部分被烧毁 但还能居住 贸易岛上许多人跟他一样 就住在野火肆虐区附近 每天吸入的空气中 还有看不见的污染物 问题来了 在这场世纪野火爆发前 贸易岛本就是全夏威夷州 最缺乏医疗照护的地区 医师人力短缺 高达四成 贸易岛西半边的居民 若要看诊 还得大牢员跑到东边 莫纳基亚教授参与的调查发现 超过半数贸易岛居民 出现了抑郁症状 这个数字在野火爆发前 只有约三分之一 奥利瓦斯夫妇和他们四个孩子 与其他两千多名灾民一样 现在人住在临时住所 他们说这场天灾不仅伤害身体健康 也正一点一点吞噬他们的精神能量 贸易岛居民的生活压力有多大 岛上的房价被大量短租度假债推高 平价住宅本来就少 在野火烧掉了两千多栋房屋后 当地的两房公寓租金 标高到每个月五千到八千美元 相当于台币十六万到二十六万 专家指出家园被烧毁 工作也因为灾情重创官光业而没了 种种打击夺取了很多人活下去的希望 莫纳吉亚说 要协助灾民重新找回活下去的力量 很重要的是来自社区的支持 这座拥有160多年历史的天主教学校 由一半校舍在野火中复制一具 校方很快地搭起帐篷当作临时教室 师生克服种种困难 撑完了这一学年 孕育贸易岛下一代的学校撑过来了 正如这棵百年老树 奇迹似的在灰庆中继续开支散演 虽然这场大火会留下难以抹灭的伤疤 但拉海纳镇和所有贸易岛居民正努力走出创伤 重建这座世世代代扎根的家园 谢谢收看今天文权的事业之宝 文权的事业之宝 欧洲版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礼 请不吝点赞 ignoring